收到了很多的目击报告 我印象应该是一万两千多件目击报告 那么这些报告经过专家分析 大部分它都是 咱不说是假的吧 至少是误认 比如说有的是云 有的是月亮 有的是什么光学幻影 但是还有一些确实搞不清它是什么东西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 美国怀特空军基地外来技术部 已经完成了大量先进科技的研究工作 对此许多UFO研究者相信 这是了解怀特帕德森基地 在不明飞行物历史中所扮演角色的关键 美国怀的空间和空间 原来的描述 主席并建议 他们是正在弊性软件的关键 也随便在用弄性的配方 北托森理工技 特朗斯普通软件的武器 西版尼克弹用叠採的 确实软件的 80年代美国开发进行的航天飞机计划 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通过航天飞机载入大气层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它的宇航员可以在地球外太空 获取大量的 包括受损失的或者未受损失的飞行器 以及其他的太空碎片 那么这些太空飞行器 太空碎片 有可能有的是美国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的物体 也有可能是其他国家的 所以当美国航天飞机这个计划已经推出之后 其他国家是一片华尔 尤其是苏联 认为这明显是一种太空站的表现 1948年3月25日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兹台客 对于当地的石油工人来说 他们一天的工作竟然是从目击不明飞行物开始 就在他们前往一处台地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银色物体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是个直径大约30多米的碟形飞行器 由于这艘不明飞行物被发现时完整无损 所以它应该是降落而不是坠毁在当地的 除了一个破碎的闲窗 他们没有看到任何损坏的迹象 很快满载士兵的卡车就到了 他们应该是从科罗拉多州的赫尔军营来的 看来美国政府又遇到了一起UFO争议事件 鉴于他们在罗斯维尔的错误 军方很快就控制了局势 Roswell nine months earlier had been sort of botched by putting it on the front page of many newspapers around the country I think the military had really fine-tuned their skills on going in and retrieving a down-flying disc or UFO The secrecy started immediately upon the military's arrival at the crash site They separated the locals and reminded them of their patriotic du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ore them to secrecy 那么当时据一些知情人回忆 凡是说发现过这些现象 或者发现过一些所谓外星飞船的蛛丝马迹的 这些人都要被隔离 至少你不能够乱说乱动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告诉大家 因为当时是二战刚结束 这是冷战正寒 然后整个局势还不明朗 所以美国政府就说 你这么做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那么请你尊重和相信美国政府 据目击者称 军方从那个飞行器中回收了14至16具严重烧毁的外星人尸体 而且据说回收小队还将飞行器和外星人的尸体 运送到了一个远离媒体的安全之所 由于在拉兹台克发现的外星人尸体数量众多 所以他至今仍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UFO回收事件 但学者们还说 还有许多其他的案例都与帕特森基地密切相关 1947年10月的亚利桑那州帕拉戴斯山谷事件 1953年5月的亚利桑那州金曼事件 1953年6月的德克萨斯州拉雷多事件 和1965年12月5日的宾夕法尼亚科克斯堡事件 他们都是发生在美国的众多飞碟回收事件中的典型案例 不管UFO降落在哪里 看来最终他们的去向都直指怀特帕特森基地和那里的18号机库 如此众多的不明飞行物事件 都和怀特空军基地发生了关系 那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基地 为什么会把那些不明飞行物送到这里呢 还是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带 它究竟被赋予哪些军事职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空军共有九个司令部 其中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就位于怀特帕特森基地 这是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的所在的地方 它是美国一些重大的未来发展的机型所在的空军基地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第四代战斗机叫F22 那么这种战术性的先进战斗机 它部署在美国战术空军司令部所在的基地 叫莱利空军基地 而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 作为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所在的基地 它的任务是什么呢 它是要研制装备 代表美国空军未来装备发展战略性武器的基地所在 按着离